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3月7日的 沙田泥草混合賽事 希望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真心想支持雷文的朋友 可以將影片盡量聽長一點 可以調節播放速度 調節快一點 另外見到有廣告的 拍硬檔可以點擊點擊 進去看看廣告 又可以曲線支持雷文的頻道 可以考慮加入小鈴鐺的 會員月費計劃 另外賽後重點報告 這個節目如果想保留 各位要用你們的行動 時間 甚至去支持這個節目的存在 希望各位可以拍硬檔 花一點時間 看看廣告也好 另外 雷文對上那天 出了五條深水片 連會員片 中一條四重彩 兩條三重彩 一條Q 一條位置Q 很可惜那隻巴巴閉出閘 有問題被人撞了一下 如果不是可能 都過關了 希望繼續有些幸運之神的眷顧 希望可以射住雷文的老友記 星期日才跑 但是雷文明天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都要早些做好功課 但是一度進去第一場 即第九場 都很亂 這一場馬 就是屬於一場很特別的賽事 有兩隻放頭馬 上次爆了那隻崩溫遊戲 同場的美麗日子 其他大部份那些 很多都是屬於大後上馬 有一些可以守住位置 但是又可能沒有千錄賽職 可能有些斷塵的款式 即是 未見過的 未跑過的 你又不敢肯定千錄是怎樣 但是如果你看回千錄那些 就只有兩三隻走下 然後那些好像連連閒運 真勝者 那些什麼誰什麼誰 街運來 精準快車 都是屬於一些大後上馬 即不是後上不特使 即是踩一條直路的馬 會不會駁到前面那些走掉呢 即是看看當時的步速形勢 先講一些簡單的講起 未跑過千錄的馬 就有這隻旗翅輝煌 明月輝煌 即是兩隻輝煌 還有這隻燦爛成全 以及這隻叫天德 這四隻都沒有跑過沙田千錄 明月輝煌 跑過谷草千錄 今天有配備變動的 就是有這隻旗翅輝煌 這隻比較特別些 因為他補了打比 加樂菲區 曾經有帶SR 上次有一個罩 今天就除了 上次加一個罩 除了SR 急急腳就除了這個罩 但是他又不帶SR 即是跑得好的時候 不知道搞什麼 講講人馬合拍馬 也有很多人馬合拍 有這隻明月輝煌 什麼誰什麼誰 街運來 精準快車 繽紛遊戲 真聖者 美麗日子 這裏有多少隻 有7隻馬是人馬合拍的 換組配備有穩定的 有連連閒運 真聖者 這兩隻 符合這兩個條件 就是真聖者 其實波見市那隻 都可以說是 他不耐閃 那天都很接近 也不可以說不合拍 不過這隻馬 兩場都是有閃 再講 再做功夫的馬 關乎這隻 什麼誰什麼 上次又說有譚 連續跑了兩場千二 千二根本不是他路程 上次又有譚 接著出閘也有些問題 走去試了貨 重化閘 1分15秒左右 沒斷22秒8 有騎 真的有用力騎 反應我覺得OK 不過他經常有譚 這隻不是說一次的 幾次都有這些大量譚 大量譚 大量譚 買他 看他喜不喜歡有譚 至於這隻 燦爛成傳 其實有一場千四 即是萬善傳萬里 那場 我都說那場很怪 捕捉銀池 閃過一場 他沒有什麼誠意跑 但他有少少追勢 楊明倫 幫他試了貨集 時間 以他的路程 跑這麼短的集 就算OK 1分11秒左右 沒斷22.4 有走勢 還可以放在前面 究竟擾不擾亂到前面 那兩隻放頭馬 繽紛遊戲 和美麗日子 就是可能這一隻 明月輝王 什麼誰什麼誰 因為什麼誰什麼誰 前一場千二 他出閘不慢 上一場 很慢 那麼複雜的東西 就說到這裡 預計 都是有美麗日子 繽紛遊戲 或者燦爛成傳 什麼誰什麼誰 和這隻明月輝王 可能頭兩隻會先放 這幾隻可能在中間 或者前些 但是那幾隻大後相馬 真的頗有實力 兩場 沿途 整條水蛇村 那麼長 拉到很遠 那幾隻都追得到 回來很近 所以真的很難說 要講一個佈束形勢 我想和大家看 先看這隻年連閒運 這隻年連閒運 當日就和那隻精準快車一齊 他又閃 又說難以拆騎 又卡拉 總之波見屎又說閃閃閃閃 接著銀著後面那隻 叫做白露飛翔的馬 我都不記得看白露飛翔 跑回第幾 這場馬好頭痛 輸四個馬位又不是很遠 再出 看看這隻精準快車 繽紛遊戲 接著連連行運 美麗日子 這幾隻馬怎麼跑呢 因為有隻全勝神鋼 又大開了 其實那步速不是很快 1分10秒8 不過那隻美麗日子 騎發有點古古怪怪 這裡又不對 有時候放放 有時候想留住少少少 定住 又不可以說怪 搞到那些繽紛遊戲 就不覺不覺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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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隻蒜紛遊戲 又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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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不過撿得又不是太多 但是之前整天放到回來 最後的幾步 你過到就過 過不到就算了 現在定住 他最後一天都可以撿 其實補足不是太快 只有這隻放得快 後面那些連連行運 是被他們放到掉了 真的掉了 距離十幾個馬位 你說他追不到又不是 精準快車在這裏 這隻內蘭尾山白路飛翔 都要拿出來 那麽連那些起連衛星 一直在谷草都是很後下的 但是現在他都跟到這些 和黃帝金 這隻連連行運 左撇右撇 這隻精準快車 你說他追不到嗎 又不是 是吧 這隻美麗日子說他跑錯 又不是 他又可以撿一下 那些精準快車 這裏經常頭惡 姚本輝一堆馬都頭惡 這裏閃了閃了 鋪見選擇又站在身旁 但是他看裡面 你看看他 哇 站在裡面不知道看什麼 撿回銀包 你說他追不到又不是 所以這場馬的步速 有時候如果前面走得快 可能這幾隻馬 就可以追得到 如果你說前面那些 可不可猛 他們又可能放得到 真的看這個步速形勢 金鐘令又有枉頭 昨天那隻又有枉頭 姚本輝有很多枉頭 這裏真的閃了閃了 後來就站在身上 你看看這隻美麗日子 你說他錯不完 這隻本來剛才美麗日子 如果頂住他 他就貼不到你了 他又沒有頂住他 變成賺光了 其實回到來 整堆在一起 即是一個步速 你說快一點點 他們腳軟一步 後面那些 爬上來多一步 那就完全不同了 這隻不要說 這隻一向後勁 都是很可靠的 精準快車 連連行運 其實都是 跟這些都是很近的 真的一個步速 可以影響整個形勢 這場馬選馬 既然都選了 連連行運 十幾檔 十幾檔 希望他閃過一次之後 又不要 盡量去操控這隻馬 不過這場馬 就不敢說 報速影響形勢 不敢說 拿哪隻先走 我自己順序選四隻馬 不要說順序 選四隻馬 和大家參考 美麗日子 都要選 四隻馬 選 如果有什麼 在這文時前Live 先說 這日美麗日子 又試過定住 又試過自己亡命走 其實不斷在找跑法 可以捱多幾步 我覺得他想 如果萬一 那步速 或者今天給他 真的沒什麼 搞他 如果他放得輕鬆 那次和大家 搏那隻 勁無比 美麗日子 放到回來 最後一百才斷 昨天勁無比 田泰安好好發揮 被那隻人偷 當然進來 行雲流水 不放 有時候就是這樣 買他 他最好 那一百 就捱不了 昨天 放到行雲流水 那裏 那裏 偏偏 他又不放 又塞車 變成那隻勁無比 就放回來了 好像捉伊恩 還有這隻美麗日子 就捱他 看看有沒有賺 他經常 他一千六個 真的很手本 不過是看看 你們怎樣發揮 如果你能夠發揮 他可能會給你過 如果你們有時候 真的追不及 或者跑道可以益到他 那他可能 其實我覺得 他在找跑法 可以再改善一些 但是試一下試一下 那便愛他 第三隻真勝者 我長期都選這隻馬 就不用理他了 不過你說只是跑一條直路 今天可能會比較吃虧 但是 比較可靠 希望他 希望他可以有資格 爭 跑到進來 希望是這樣 又說人馬合拍 又配備又穩定 跑這個路程 上次都交得到 那便愛這一隻 那第四隻 我都要選這隻 旗幟黃 他又報了打比 他又沒有打黃牌 兩場都追得很好 前一場 都是在外 一點點 那些什麼 跟總理那些 一齊 其實他都是幾劣勢 白路飛翔再速 剛才都接近 北極光 差點贏 至尊高星又回到 但是兩場都跑千四 今天跑千六 始終都叫做沒有路程根據 但是看他的步法 應該可以掛 這一隻一出集 已經慢了 要騎上去 今天沒有了莫雷拉 換到潘頓 看看如何發揮 北極光那天 好有心機克服 還有這隻 明月輝煌 外面疾風明區 再後面那六匹馬 先有共同勝利 內蘭 尾六 綠色衣服 出集慢了 尾五橙衫 其次輝煌 五尾四位置 勇趣 在內蘭 尾三 北極光 粉紅衫尾三 尾灰馬 高耀智星 三次電流 是天生一隊 他都是釘出去追 加應精彩第二位 內蘭第三 還有閃耀榮光 元朗智星 都是第四 外面位置第五位 還有電信巴打 其實頭那兩段 不是快的 他都是有少少少虧步速的 第三段就開始快 這裏扔正的彎 就追 裡面有些人在塞 他在大踏步 確威武 看看他今天加多二百米 又如何 加多二百米 沒有路程根據 但是報了打比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 雷文在網絡 找到打比馬名單 我的社群 那裏貼了出來 不過是否最更新的 我就不敢肯定了 我拿來參考 我不會說 見到他跑打比 我就放下去賣 我都要結合馬實力 我隨便參考一下 這隻旗幟 是報了打比的 明月輝王 報了打比的 這場馬 還有沒有 這場 薄愛之光 也是 報了打比的 這三隻 薄愛之光 也是 還有薄愛之光 也有試襲 試襲 從化襲 1分12秒6 左右 一直在後面 五隻馬試 很少馬 但是他沒端 24.1 就追到上來 不過是24秒1 不過我就維持我的原判 這隻馬一早 我都說他試襲 不錯的 有一場他有追過 有些走勢 不是差的 這三隻 是報了打比的 看看他們會不會欠分 我知道找到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1號 2號 9號 都是報了打比的 如果我選了四隻馬 我選了這隻 不要講次序 這場不講次序 除非看到手影才算 我選了12號 連連行運 追一段就追一段 十三檔就十三檔 美麗日子 跟著是真勝者 有1號 其次輝煌 即是1 10 11 12 不分次序 其實如果四連環 四重彩都很多腳 不過這場馬 好像分開兩決 要是放在前面走的馬 要是後上要講好後追上來的馬 除非他們改變的跑法 還有幾隻未跑過1,600 希望各位贏多些 繼續支持這民頻道 拜拜 不記得了 希望各位努力 盡量去支持這民頻道 那些片聽長一點 如果想保留那個節目 就真的要花你們每人的時間 看一下告白 播長一些 1 12 10 11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寫下去 我都未排什麼次序 愛了其次輝煌 連連閒運 真勝者 美麗日子 至於為什麼選這四個 都跟大家解釋過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 請坐下 4 4 6 4 6 感谢观看